在二手楼的交易市场中 壮正的业主隐藏债务去买楼 收了订购后破产 买家买不到楼之外还血本无归 这个事例我在东张西望看到的 就是林小姐和她老公用了70万的积蓄 作为首期满心欢喜想 买入一个张刚浩的二手院 一个700万的单位 实现自己的安居目 谁知道这个过程是充满波折 最后是惨淡收场 整件事的经过就是他们和买方即是业主 签订过林氏合约之前 他们都知道业主欠了一项银行 和二项财务公司 总共540万的贷款 已经是他们买入价是700万 即是他买楼的价钱足够扣了所有债务 所以林小姐和她老公都很顺利成章地签了合约 给了订金和大订 加起上来就10%即是70万 而正常成交我们通常都是2-3个月左右 而在等收楼的过程中 律师有突然告诉他们 你层楼被人叮契 原来业主在签订买卖合约之前 即是3天前 其实他向3岸 邓小姐借了270万 然后又在4岸借了财务公司 95万 这两笔隐藏的债务加起上来就365万 再加之前一案二案的540万 总数已经905万 即是他卖楼的700万 是不够这905万 即是出现了资不抵债 整个买卖基本上是成交不到 所以都被债主钉了 而最离奇的就是 卖方为了令到买家可以放递 卖方律师就和3岸的邓小姐 签了一张书面协议 即是叫邓小姐不要收270万 只收60万 加起上来他总债务就是695万 那层楼够抵债 仍然可以成交到 但你要债主不收270万 只收60万 这件事都很高难度 而因为签了这个书面文杰 卖方律师就放递给业主 而这个步骤造成买家有机会损失 而最离谱 业主在成交之前还有第五笔100万的债务 令到整个物业基本上是彻底钉鞋 绝对是卖不动 最后的结局就是 业主走去破产 而满家的订金 因为已经被卖方的律师放给业主 是很难追得吧 在这个案例之前 胡雪楼市之前都有一个类似的案例 就是有人以460万 买入了日创整LP式的一房单位 支付了10%的订金 即是46万 在交易的过程中律师查个差 都知道业主欠银行钱 但是第一封对数信那时候 卖完残楼是够扣过案件的 说是388万 律师看到这笔数之后 就放了订金给业主 然而在成交的三天前 律师就收到银行第二笔对数信 原来业主还欠个家银行 私人贷款130万 即是令到业主去熟楼 要付的钱是515万 导致整个交易是没办法完成 同样地业主也破了产 然后订金也是很冷嘴得花 其实这些案例 都揭示了买卖的流程中 其实有些流动 就算一些很简单的案例 下策、对策、把鱼瓜 买家的订金都面临一些潜在风险 前者就是业主隐瞒债项 后者就是银行 因为all money的形式 导致了对数信前后是不一致 最终的结局就是业主破产 买家买不楼之外都收不回订金 面对这些风险 买家可以如何去自保? 有四个建议可以给大家 第一件事就是 买楼的时候一定要做好查册 房定的时候又做多次查册 还有都问一下业主 除了查册里面已经试过债务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隐藏的帖幕 希望他申报出来 当然这个都有个局限性 不是每个业主都那么顺滩 跟你去说的嘛 还有有些业主真的不记得的嘛 就算你找银行去拿些对数信 银行受限于此人条例 都未必可以或者愿意披露 有关于业主的债务 所以我们只可以尽重 第二个建议就是和业主商讨 可不可以叫律师把订金托管成交呢? 因为这个方式就是保障了买家的订金安全 而导致了业主辞收订金 所以不是所有业主都会愿意接受 当然这里也有一个比较接冲一点的方式 就是用田土厅 文书递交注册的日期去决定债务权的优先次序 而田土听的次序是怎么排的 就是你所有文书在签完之后 一个月内你要递交注册 你的债务优先权才可以追索到文书签留 如果过了一个月才递交 那它的优先次序就排斥了 哪天递交他就算是哪天 按这个情况律师如果想发放的订金 最起码等签约后的一个月才发放 而且在发放之前都要多一次查册 确保没有新增的债务 因为这个方式可以令到买家有一个债务的优先权 就算业主真的破产 他层楼都未去到支笔抵制的地步 即是可以赔到买家的订金 之后才轮到一些隐藏的债务 或者支笔抵制的债务 第三个建议就是 如果真的你在成交的过程中 见到业主有加案的事件 就要及时通知律师的楼 提出一个抗议或踢契 发出拿回订金的稿票 而这张稿票注卖在田路厅 防止业主再次去卖楼 或者再次做一些压技 第四个建议就是 真后很不幸业主真的破产 又要等红后去拍卖才赔到钱的话 那你只可以密切留意这层楼 究竟拍卖了多少钱 然后看看有没有余额去赔给你 整件事其实卖家真的很惨 假如这两件事是经我去处理的话 我都按摩难做 而在法律角度 买卖双方的律师 其实各自都有立场 作为卖方的律师 他的职责就为业主争取利益最大化 作为一个卖方的律师 他是合格的 但作为人他就有点失德 在商业社会最主要都是说利益 很少会说公义 而在这两个事例都揭示了 在房地产交易中存在一些漏洞 作为政府或法律计 应该就事例去作出一些检讨 和一些去修补这些流动 令到整个法制或交易流程更健全 你又觉得呢? 今天的时间就有这么多 我是老鸣小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